乞丐帮的帮主杨振安 怎么都猜不到 啊 那个张野仙 居然会上门来拜访自己 他一听到品告 即是匆匆忙忙 在里面跑出来迎接 一见到张野仙心心作识 不知道先生大驾光临 杨某又失转认 恕罪恕罪啊 哈哈哈哈 杨帮主客气了 在下亲母妹来拜访 帮主你不怪我老莽 我已经感激不尽了 杨帮主挽着张野仙的手 一边走入公馆一边说 先生在这个时候来 一定非常知识教我 来来来 我们进去里面再说 进到里面分奔主坐落 张野仙说 在下知道帮主身体欠佳 本来就不应该这么晚来打搅 但是在下有一件礼物 要送给帮主 先生你送到的肯定是宠礼 杨振案先行多谢 哈哈哈哈 帮主不用这么多礼 这件礼物不在我手里面 我说送礼 其实呢 是跟帮主提醒一下 帮主呢 要得到这件礼物 还要有所行动吧 你先说一下 是什么东西来的 张政黑衣帮最高权力的龙苏保障 十啊声 原本杨振案刚刚坐下 即使像弹弓 整个这样弹回身 龙苏保障 先生 你也都知道龙苏保障 略知一意 当年乾隆皇帝 为了笼落江湖好汉 特地封了当时的军机大臣 老端王爷 为天下乞衣帮的总帮主 还遇刺过龙苏保障 接管天下乞衣帮的事务 其实呢 老王爷只不过挂了 总帮主的头衔 他身为军机大臣 日李曼基 偏利征力去管那些乞衣仔的事呢 这只龙苏保障传了四代 据我所知 是在这一代的端王爷手里面 杨振安坦一口气 唉 清廷退位之后 我想着这只龙苏保障 对端王爷都没什么用的了 我就想着 用同等重量的黄金 去给他换这只龙苏保障 怎么知道端王爷 不单止不肯 还把我派去的人 骂了一大身 那些前程的遗佬 说我呢 居然够胆 下偷窥国保 找这个理由 将我捉入监装 惯了四十日 打了我三十军 我的伤啊 就是因为这件事留下 啊 简直无法无天啊 哪个衙门敢捉你啊 其他衙门 谁敢捉我啊 就军警执法处咯 军警执法处 雷处长管的执法处啊 没错 帮主不是跟雷处长有交情吗 就是因为有交情 他才问我四十日打我三十军 如果没有交情 我命都没了 张先生 你已经好以我心灵了 老实跟你说 以前我对这只龙叔宝像 恨得要命 但是现在 我真的怕得拿命 你想要端王爷交出来 真是与虎谋皮啊 你要他交出来当然不行了 但是如果皇上要他交出来呢 皇上 皇上五年前就退位了 旧皇帝退了位 新皇帝才可以登基的嘛 新皇帝要登基 你说 老实跟你说 我夜观天象 发现帝星正是照耀新华公 这个真龙天子即将登基的大少头啊 杨帮主 你不趁这个时机 抢着这只龙叔宝像下来 更待何时啊 怎么抢啊 你早知那些乞衣仔 上街游行请愿 恳请大总统更改国体 恢复帝制 放弃总统头衔 直接做皇帝 黑衣仔干预国政 这简直是千古奇闻啊 黑衣仔 为什么不可以干预国政呢 黑衣仔都是人来的 正所谓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杨帮主 我跟你说 只要元大总统登基做了皇帝 你就有勇大之功 你条龙叔宝像非你莫属 我就敢说 到时候什么官都有人争 唯独天下黑衣帮总帮主的头衔 是没有人跟你争的 先生是不是已经由我面上之中 提出我将来会成为黑衣帮的总帮主呢 当然啦 如果不是 我怎么敢说要跟帮主来送礼啊 好 那明天我就将北京城八大长老 九十九个堂主全部召来这里聚会 要他们马上组织黑衣游行请愿 后日开始 我要北京城所有大大小小的黑衣仔 一边黑食 一边请愿劝进 得到了杨镇安 后日就见了黑衣仔 做请愿团上街请愿之后 将夜线满心欢喜 他对自己办事的效率很满意 一回去看相馆 他又叫顺仔 连夜去太岁行那里请黄太岁 和城南四金刚 上帝看相馆议事 他打算第二天上午 用最短时间 和那三个卖了轮号牌的客观 看相 剩下的时间 他就要和黄太岁商量 组织请愿团上街游行的事 上床的时候 他还想着怎么游说黄太岁 怎么将袁世凯清帝和恩皮帮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 最好呢 最好呢 就等黄太岁认识到 袁世凯做皇帝 就是为了黄太岁他们这类人做的 想想想 他就睡着了 而这个时候 他的结拜大哥高不就 他是一点睡意都没有 他今晚 穿了一件黑色的夜行衣 正是缩在断其碎 臥塞的窗门之下 安静地守候 床上面挂了蚊帐 暗暗淡的床头灯光之下 隐隐约约见到床上 正是睡着一个人 这个时候已经五更天 真是天光 每当这个时候 夜色就更加暖 高不就在窗口守了整晚 因为未更换的姿势 他感到全身又酸又痛 但是他一点都不敢松懈 保定军校 他曾经听费利曼讲过 对一个值班的卫兵来讲 黎明前的这段时间是最难熬 也都是最危险 最容易出事 历史上很多次著名的行刺案 刺客简的 都是这段时间 果然 就来天光的时候 一个黑影 好像突然间从天而降 一下子就出现了窗口 而且黑影一闪 他马上就向床上 躺着的人连开三窗 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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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不就在他开第二窗的时候 也同时开窗 第三窗 高不就的窗声和他同时响起 高不就一窗 就打中了黑影的手 黑影的手窗 砰 砰 砰 跌在地上 他轻转身拼命走 有他知道 还算了 高不就一个鲤鱼打挺 在窗门下面一跃而起 跟着的人已经飙出窗外 这个时候 那个黑影 已经摁着手 翻身一跳 跳上了围场 隐藏在树上的张志武 向着黑影也开了窗 砰 黑影一掩着脚 砰 砰 砰 在围场上 那个跌了下来 高不就执起刺客 跌在地上的手窗 冲上去 两只手窗同时指着他 这个时候 躺在地上的黑影 就挣扎着站起来 天边已经燃出暑光 张志武一眼就看清 刺客的窗 是你 高不就想一想 他即时举手窗 对着刺客的头 砰 一窗 将刺客的头壳打到粉碎 张志武行前恐懵 嘘 臉都被你打得碎了 看来不用问口供了 一个贼仔 要脱的口供做什么 听到窗声 在护卫室睡觉的段祺瑞 在一帮人护卫之下 走了过来 一个副官问 是不是刺客啊 捉到没有 陈副官 不是刺客 是那贼仔 入屋偷东西 被我枪毙而已 段祺瑞 走到尸体前面 看一看 既然是入屋偷东西 的头仔 杀就杀了 算为民除害了 张志武 大两个人 将他拖出郊外 埋了他船 高不就就说 对了 张志武 你先将尸体拖到佐家庄那里 放入焚化炉 烧了他 骨灰翠扁 找个地方 卖了他 等到张志武 他们走了之后 高不就就赔回断旗水 走入自己的恶房 高不就揭开蚊杖 再打一张皮 原来里面放了棉纳枕头之旅 搞得好像有人似的 他指指那几个子弹洞 大帅 你看一下 今晚真是认真危险 刺客连打三枪 第一枪打在头壳上 第二枪打在心臟上 第三枪的小腹 枪枪拿命 而且 你看一下刺客中的手枪 段祺瑞接的手枪 你自唱 是袁瑞海手下 军警执法处 那些高级军官用的 德国造曲请 看清楚什么人 是军警执法处 那个伸枪手 以前呢 还来那些探过我们 我们不少兄弟 和他一起喝酒 赌钱 所以我一枪就先将他那臉打碎了 好 陈副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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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应声而入 你跟我将黄先生叫醒 要他跟我 草议一个通告全国的电文 大意上说 现在社会上有很多传言 说我和大总统失和 其实这个完全是造谣 我身受大总统提拔之恩 永世不忘 我对大总统忠心耿耿 一如既往 现在 因为染了重病 所以 我只好辞职 回到老家休阳 为了防止出现新的流言 特此通电 以正视听 你要黄先生 马上将电报议号 给我看一下 然后 上午七点钟之前 要给我发出去 是 段祺瑞 跟着又对高不就说 不就 你选几个人 快点收拾好东西 陪我回去老家 我们要坐八点钟 火车离开北京 哈 八点 大帅 会不会早得齊啊 不早了 迟 则 有变 第二早 就在段祺瑞 匆匆忙忙地 离开北京城的时候 黄太瑞 带上四金刚 匆匆忙忙地 来到看相馆 而且 他还派人 接着唐大少奶来 这一日 刚刚好 三个买了口 来看相的客观 也来得特别早 张也先 快点 跟那三个客观 看完相 打发了他们走 这样才跟黄太瑞 他们整班人 在楼上的贵宾室 那里聊天 自从张也先 跟黄太瑞 解读之后 只是开头那段时间 去探过黄太瑞 一两次 以后是因为太忙了 两个人 一直都没见到面 他听信仔讲 黄太瑞身体复原之后 曾经亲自带人 去了一次怀来圆观厅镇的大黄庄 帮黄夫人李东梅 又抢回一些贤产 所以今天他一见面 就首先问起这件事 啊 黄某何德何能 这件事我有什么功劳 平心而论 黄夫人这件事 完全是因为张先生 你调停之功 张也先原来以为 黄太瑞 讲的这件大善事 会炫耀一番的嘛 啊 怎样他讲得这么平淡的 啊 那日黄夫人 在体相馆体员上 讲完自己冤情之后 第二 那张亚世亚报 就将全文登了出来 听说原大总统 看完报道之后 非常愤怒 亲自作批示 总统一批示 当地政府的雷厉风行 马上将恶霸黄老五 捉起上身 没想到 这个黄老五呢 已经将黄夫人的田契 分细给全村的村民 虽然政府严定 分到田产的村民 一定要将田产 交回给黄夫人 但是这件事 讲一下就容易了 做起上来 哪有这么简单啊 那些乡下人 就是不肯还 我带了一帮人 半夜赶到大黄中 将为首 够敢出头 硬顶住那七个村民 割了他们的耳下来 这下 剩下来的人 这样才老实回来 将田地还回给黄夫人 这个黄夫人 也都很本事 虽然是个女流之辈 但是很懂做人 除了答应外姓租户 从此减了一成田租 黄氏本家的租户 减了两成田租之外 他又画了两百某地 给黄氏池塘 支持有上进心的黄氏子弟读书 这样一来 搞得全村的佳大欢喜 就算我黄老五 在监厂那里放出来 在村里面 都没人理他了 将野仙听完 连声清赞 好 太少爷 你将这件事处理得这么好 认真是功德无量 为什么一直都没听你提起过 巴山虎就说 何止这件事 前一排大掌柜 连续做了几件善事 他不单止自己不说 都不让我们向外人说 他说你说过 做善事不张扬 这样才有加倍功德 原来是这样 怪不得我看太岁野 整个人都变了 黄太岁叹了一口气 这次中毒我大难不死 我的确都感到自己已经是两世为人 如果不是遇到先生 得到先生指点 快点做回多件善事 现在恐怕 我坟头都已经生了野草 好咯 张义先就说 这个大掌柜你行善即得 自己即回来的善举 得回来的善报 我只不过是提醒一下 不足挂齿 眼下反而有件大事 能使得大掌柜你平暴清云富贵相传 不知道大掌柜 肯不肯全力以赴呢 照先生吩咐下 我黄成如不单止全力以赴 就算盼了我全家身家性命 也在所不计 好 不知道大掌柜有没有听过 有人要拥戴元大总统做皇帝呢 听就听过 不过这件事和我没什么关系 我左以入右以出 从来都没放在心里 难道先生对这件事有兴趣 大掌柜 你对在下看相之术 信得几成呢 先生神术惊人 我黄成如对你佩服到五体投地 好 那我告诉你听 我已经算准 袁世凯是真龙天子 没多久就会成为新朝的开国皇帝 如果你现在支持他帮他 拥护他做皇帝 你就会成为开国功臣 开国功臣 那豈不是 可以列土封侯 做皇爷 做侯爷 当然 这种良机 千载难逢 不行的 我听说皇帝尊重以杀那些开国功臣 如果他做了皇帝 我做开国功臣 最后他杀了我 豈不是很冤枉 你放心 你做了这么多善事 现在福六寿三全相 不会有人要杀你头的 再说 就算皇上要杀你这个开国功臣 我都会提前告诉你 让你吹吉避凶的嘛 那倒是 有先生指点我 怎么会洩帝呢 只不过元大总统想做皇帝 最紧要是靠那些大炮技官唱 我手下只有两三百银皮帮的帮总 在赌场 哈下巴下 在忌院 帮人呢 顶一下门面 这样就行 要他们去打江山 争天下 恐怕什么用都没有 我又拿什么来支持他呢 大炮机关枪呢 元大总统全部一有了 他手下的北长军 天下间哪个人打得赢他们啊 他要做皇帝 现在不是怕军队不支持 他要的是民意啊 什么民意啊 我只是知道成王败寇 民意算什么呢 民意就民心啊 也只是老百姓的心意 如果天下老百姓都想他做皇帝 他这个皇帝肯定做得成 如果天下的老百姓不想他做皇帝 那么他这个皇帝就做不成了 所以 以前有句话说 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元大总统现在真是万事俱备 只欠民意了 你啊 那两三百的银皮帮 如果全部上大街请愿游行 支持元大总统做皇帝 那就体现民意了 那两三百人去请愿有什么用啊 放屁啊 都要加多少风才可以的嘛 这阵风就小得了 哎呀呀 太少爷 你这两百不是一般人吧 你两百人 都是咳一声就可以威震四方的角色 他们一个人站出来 就能够带出一大寸人了 当然 我班兄弟各有各地盘 他在自己的地盘那里 那些开客店摆地摊 圆街叫卖的小贩 拉黄包车 全部都要听他们的 一个兄弟 至少可以拖出五十人 参加游行的 那就是了 一个拖五十个 三百个 只可以拖到一万五千人了嘛 一万五千人上大街请愿 哎呀 对元大总统来说 这股大风 是很强大的东风啊 哎呀 喂喂喂 这样我就可以做到开国功臣 这件事做得过 做得过啊